又嫩又黄又深 对啊 这是一个昏点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来了一家昏点 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位美食参战节目 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 今天来到了白广路 带您看一家有点修修的炸鸡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嫩黄身炸鸡行 走带您吃鸡去 我们已经买完了 今天不在车里吃了 因为今天被活捉了 这是一个捉到了up主的粉丝 对吧 这个太恐怖了 在这等了我两个小时 小伙子也不能怎么干 今天这是白广路的嫩黄身炸鸡 粉丝请我喝水 我请粉丝吃鸡 我已经把粉丝赶走了 粉丝好紧张 我这是嫩黄身的炸鸡 看起来好过瘾 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吃美式炸鸡了 对吧 今天实在是忍不了了 本来还有人让我去别的家 但是不行 这个礼拜一定要吃美式炸鸡了 对吧 这是嫩黄身的炸鸡腿 然后呢 这是嫩黄身的炸鸡 也是一个小小门俩 我标准的美式炸鸡味 先尝一尝吧 非常的嫩 而且汁水非常多 只不过我们这真的刚吐过 太烫了 拿不住啊 又不敢 太大劲就怕掉了 后边就是晋阳饭庄 有机会再给你们录一期晋阳饭庄 这个晋阳饭庄也就是超级有名 在北京算是一个很老的老店 当年吧 很有钱很有钱的时候 才能去吃个晋阳饭庄 那真不是一般人吃的 都是什么 家里有政府背景的那种 才能去 咱接着吃炸鸡 真的有点烫 炸鸡嫩 汁水非常多 但是实在是不敢挤 因为现在太烫了 而且外壳很酥脆 如果你去炸鸡店 赶上一个刚出锅的时候 那这个炸鸡肯定是有加分的 汁水非常多 这炸鸡还真是不错 保姆配方 天然香料 非果面粉 无添加剂 除了炸鸡头以外 炸鸡翅 这个炸鸡翅真的很干 感觉上面撒了一些什么 粉状的腌料似的 刚炸出来的还是好烫 我这个口感跟一般的炸鸡翅 还不一样 没有那么多汁水 而且外皮也很干 就吃到嘴里是酥酥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这个酥吧 跟那个果面猫 这种酥还不一样 是一种很细碎的酥 但是味道还真的不错 我觉得它这炸鸡翅 要比炸鸡翅都好吃 这外边这种酥脆的感觉吧 有点像咱们吃那旺旺 鲜贝里的那个鲜贝粉的那种感觉 虽然比较小 但吃起来很过瘾 而且骨头真的已经酥了 琵琶腿 就是整个腌制的手法 感觉这个鸡翅跟琵琶腿 跟那种手腔腿腌制的方法不一样 就是它整个外皮上的 都是有一层薄薄的那种粉 然后真的会对喉感有一定的提升 整个琵琶水我觉得 肉量很足 而且汁水很丰富 太过瘾了 很香吧 什么生小麦忍不了了 这味太香了 炸鸡就先吃到这 总评一下 这个嫩黄身炸鸡确实味道不错 而且它这个整个这个炸鸡翅 跟皮泡腿的外边里是层面壳 跟别的不太一样 就吃起来更好吃一些 就是类似于这种旺旺鲜贝粉的口感 我觉得这还真的不错 手腔腿就是传统的美食炸鸡的感觉 对吧 人家叫嫩黄身 这嫩黄身是有深意的 然后多汁香嫩 皮脆金黄 入味至深 所以叫嫩黄身 又嫩又黄又深 有种邪恶的感觉 对啊 这是一个昏点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来了一家昏点 对吧 嫩黄身炸鸡 然后总评一下吧 这家炸鸡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 基本上接近于 香萌炸鸡那个感觉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它的这个 琵琶腿跟炸鸡翅 要更好吃一些 因为它外边 有一层不一样的粉 但可能 手腔腿上也有 但是没有尝得太明显 但是这个鸡 但是这个鸡翅 跟琵琶腿上 这个味道确实更明显一些 对吧 然后我是觉得这家是可以吃的 就在这个老白广路商场边上 有一个嫩黄身炸鸡 边上是石小木煎饼铺 然后我们刚才来的这个路上 确实也看到几个人 拿着这个炸鸡在走 对吧 我觉得这家可能也确实不错 而且门口还确实有人在等 好 这一期的周一吃鸡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特点节目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阳 咱们下周一见 拜拜